这同学要不要举下手 因为所有的答案都是他们那边 是 我们这边都没有脑子 我们这边是没有脑子的 你们来一下 什么叫脑洞 前举一下 老师 他们都在举手 请这位颜值比较高的同学 颜值比较高的同学 颜值比较高的同学 两位当中老师这样进选择 我回去了 老师 我来回答吧 一个课我就上到这里了 老师 我要报告你的研究室 谁说是你 老师说 请这边颜值比较 我们三个人同时站起来了 班长 您没举手 您没举手 刚刚举手的两位当中 是颜值比较高 不是碎数 来 来 来 那你年纪比较高的 你说脑洞是一种 外部创伤造成的一种 真正的一颗洞 好 刚才其实同学们回答的 都是在点子上的 那我从专业角度给大家讲一下 脑洞究竟是什么东西 脑洞从我们科学的角度来讲 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想象力 一个是创造力 那刚才也有同学说 我们的想象力就是 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情 对不对 其实这个是一个方面 脑洞更加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你的脑洞得是有生产力的 就是它真的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 如果我们光看想象力的话 有一类人想象力肯定是最好的 比如说精神分裂症 所以如果说我们单纯是拼想象力 很多人其实会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它并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好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 同学们觉得脑洞受哪个脑区来控制 答案一是左脑 答案二是右脑 答案三是其他 同学们来选一下 其他 其他是我那个萎缩的小脑 小张同学 那边颜值比较高的 我觉得是左脑吧 右脑 好 还有其他答案吗 这位同学 脑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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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脑干是晒完了这 抱歉 抱歉 老师 我四拆的 四拆的 其他 其他 其他我们这边 赶紧赶紧 我们这边举手 好 来这位同学 颜值比较高的 脑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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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持是什么 大脑皮层 好 OK 那我现在来公布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呢就是 其他 看看 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具体哪个脑区上来讲 其实就是这位比较帅的同学答对了 脑门 脑门 这就是知识 脑门有脑 前恶业 前恶业 对 对 其实班长也知道对不对 但是班长深藏不露 班长 班长很会顺根爬 那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 比如说刚才有同学说左脑和右脑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左右脑好像听起来跟创造力有关呢 是因为我们大家认知当中创造力最好的一般是艺术家 比如说达芬奇啊 比如说梵高啊这样子的人 像画家这样子的行业 它对于图像的处理是比较多的 那图像的主要是分布在我们大脑的右侧 而我们像刚才做的这个脑洞题啊 我们会发现都是语言类的 那语言呢是在我们大脑的左侧 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创造力啊 它真的是左脑右脑都是有的 那真正的创造力呢 它是体现在我们整个大脑的大学观的 那它主要影响到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大脑的额叶 有一类人 他的创造力就是会比较高 脑门大的 没有脑门亮的 发光 好